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的这个科目 那因为我自己研究 主要是研究这个 政府和市场 这个的作用 就是中国经济里面 咱们政府发挥了什么好作用 或者是哪些方面发挥的不太好 所以这个方面 我主要在研究这个政府的行为 对市场的干预 那今天咱们可以请他谈谈 这个政府的不太好的作用 开玩笑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入市 你买股票了吗 我这一笔学累时 待会再跟你讲 我这个过去从来不懂的 我现在都买了 是 就是这样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五月份的时候 然后是一个采访对象 跟我说该买了 然后我说我不懂 他说没关系 你这样理解 这就是国家要给你发福利了 然后你就买吧 这就相当于澳门 给居民每个人发一个大红包 他说现在就是政府想给你发大红包 我一听他发大红包 咱不懂咱也买吧 刚开始还真是觉得拿到红包了 我说他这个理论还真对 赚了 刚开始呢 五月份的时候 看买肯定还都赚了 但五月份是人后来都差不多 然后后来 然后呢 我也 我也是说 像我这种不懂的人 他说没关系 说我估计这个大红包 应该能发到十月份 至少持续到十月份 然后那个 所以起起伏伏的时候 我就坚信一直要扛到十月份 后来我现在已经麻木不仁了 现在每天 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我想随他去吧 我现在已经 你转了为什么不跑呢 因为我就想着红包要发到十月份 这个许愿份就完了 没想到 现在万众一心 别让李嘉诚跑了 您觉得跑不是个什么词 在这个故事里边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用跑来说事 说你跑不跑得了 该跑了 你看静这么说 这大概我想反映大家 对整个中国经济 包括股市里面的一个信心 不是非常足 因为我们这几年 尤其今年开始 这个很多这个担保 泛亚跑 是吧 然后这个担保公司的也跑路 然后还有这个很多企业家跑路 搞房地产的也跑路 对 这说明这个经济 可能真正进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衰退期 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个人觉得 啊 四十年来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到 我们其实大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个挑战 然后每隔十年吧 这边还稍微长一点 是吧 这个然后九八年到两千零二年左右 那个经济大家也觉得不行 当时很多人说中国经济要崩了啊 啊 但是一直没有崩 每次都说中国要崩的时候没有崩 这一次呢 那大家 这个我们零八年金融危机以后 中国政府搞了一个强烈的刺激 经济又 又嗨了几年 十万 四万亿 四万亿十万亿啊 啊 然后呢 到现在呢 这个那个这些政府的措施 它实际上是有负效果的啊 现在这个负效果开始出现房地产泡沫 股市呢 今天想弄一个泡沫 弄了一半就 到了 嗯 但是它 但是它实际上整个也反映整个实体经济 可能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那诶 照你预测 这个股市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是个什么情况 呃 如果我能预测 就是神仙了 但是就是说 但是现在应该说已经跌得非常狠 我想现在大家 但是大家 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讲 反正牛市可能没有了 嗯 是不是熊市呢 还要看看政府后面还刺激不刺激 啊 但是又是个猴市 有的人说是个猴市上窜下跳啊 有的人说反正是个神经病市 今天千古涨停 过两天千古跌停 反正你就说 如果你不是神经病 你就别在里面待着了 哎 您那您说现在我该抄底了吧 那个如果有钱的话还是别抄了 哈哈哈哈 你说所以我这新手啊 我发现我可能你们听着都特可笑 我手机上有一个这个软件 你知道我怎么买股票 我啪一按 我就看这个股票啊 52周 对吧 他曾经达到过的历史最低价 就最便宜 我就看 哎呦 他跌跌跌跌 跌进到几乎最低价 我就买进去了 哎 这路子对吗 这看你买什么票了 对吧 有很多票可能是这个 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最低 只有更低 我们包括我们一些创业版的票 我们现在这个创业版 他实际上 当然是新兴经济 但是呢 如果整个经济不行 我们以前给他非常高的一个估价 但是如果大家对未来整个经济没有信心 这个估值都会下降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他可能估值已经比原来 哎 比可能一两个月前跌了一半或者三分之二 但是他可能最后可能跌跌跌个百分之九十 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些爆炒的票 那您买股票吗 这个我也套了 对对对 就是说呃 我也赶上这个股债 但是当时我正好买了一个票呢 这就被停牌了 所以所以还不知道复牌以后会怎么样呢 现在还挺 真的 好家伙 不敢开 家伙 对对对 你看那个咱们国庆的时候 不是国庆 就阅兵的时候 那个股市休市了几天吗 他不是讲那个彭博社的那个头条 就是说 他那个英文单词我忘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这个神经病的中国股市 这两天休息 咱们也可以安静一下 大概是这意思 把世界都给嚼得 哎 但是我我现在发现一个 就是这个朝短线 你其实我就觉得可以养活一个家庭主妇 我我自己琢磨着 你看有时候你大家一天里啊 他有个涨落的 那其实你你只要密切的看 就全天盯在那看 是吧 就便宜的时候买进来 高的时候卖出去 我老觉得这样玩意能挣一个月工资 挣点小钱 那你得非常 懂技术 而且最好还得 而且就说 你得非常懂技术 而且懂技术 这事实上证明就是 好多懂技术人 这轮股市也死了 这种你今天看得下 他说明天再来 后面再来个点停 这时候你就割了 可是你割完了以后就跑了 这个股市很难预测 因为我们的股市 现在包括这个 这轮股市里面很多庄 很多很厉害的明星经理 或者私募 也都是瞧瞧了 所以 就是自杀那个 都跳楼的 对 但就是他们可能很多年 几年几十年的这个努力 都毁之一旦 这个非常惨酷 一般 所以主妇能够挣工资 那个这个估计 还是挣老公的钱 大家都这么想的 便宜的时候买 那个贵的时候买 问题是那个便宜 什么叫便宜 你 你这 今天的价相对 昨天是便宜了 就像他 我也是那么个心理 哎 我也想 这好像一看 百分之十跌嘛 我想明天可以着急 一买的时候 第二天 光光光 然后他往上爬的时候 因为他 基数不一样嘛 你跌的时候 是从高位跌的 他百分之十 那幅度大呀 然后涨的时候 他基数低 涨个百分之十 还没爬到你 那个时候 就我现在基本就不看了 我想随他去吧 所以这个 还是得懂点经济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得像您这个专业的学习 懂经济 虽然您也挺白的 但是这是 您要完全不懂 很难适应 今天这个社会 你 你像那个 咱们这有的嘉宾 人家是娱乐圈的人 这炒股票 比我拍一年的戏 挣得还多呀 就几天之内 你这个东西 那是赚了钱的人 告诉你 他可能有一些 特殊的信息 亏的人 他不会跟你讲 对吧 大分也亏了 对 这个我有证明 上次就是跟我一起做节目 就在你们这 一个嘉宾 回去车上 说跟我说 看那个谁谁谁 最近老拍电视剧吧 那就是钱都赔光了 对对对 告诉你这是谁 对对对 然后说了我心里就平衡着 对对对 所以咱还不是 也不要老关注个人的利益 还是还是看个国家国的这个前景 你 他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 这个土地出让金 就靠土地挣钱这事 也不行了 是为什么 因为因为头几年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 从02年 我们中国房地产市场 一直在往上走 所以这个房地产商就忽悠说 中国人 这有买房的习惯 其实中国人没有买房习惯 中国 谁说的没买 中国人怎么没买买习惯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 大家都不需要房 80年代也没什么商品房 98年以后 我们这个国有企业房改 以后大家才开始逐渐买房 那旧社会 那个地主买地 地那是投 那那是 那是一个 那它是一个生产资料 它不是 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投资资料 我们现在买房很多人 02年到08年 一直房价上涨 大家就去买房 因为怕买 今天不买 明天就涨了 但是结果这个房价一涨的话 那当然这个跟政府的 不当的刺激 这个也有关系 房价 大家都去买房 很多人 比如我们中国 大概88%的城市家庭 有一套住房 20%城市家庭 有两套 或两套以上住房 这个城市房产供应 是绝对过剩了 开始 那地方政府主要靠商住用地 这个土地的出让金来赚钱 现在 哎 房地产过剩了以后 那农民工还有两亿多 根本买不起房 房价第一半也买不起 那这样的话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 收不上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可持续 更危险的是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 他比如说 他每年出让 用饥饿疗法 出让一些这个商住用地 但是他总的是限量供应的 他还有很多地 没有卖出去 他就拿那个地呢 说跟银行说 你看我这个地很值钱吧 这个地值十个亿 你给我打五折 值五个亿 其实那个地 如果市场不好 或者一起放出来 可能两个亿都不到 所以地方政府债务 也非常厉害 那如果房地产市场不行 他这个土地出让金 根本还不了债务 连利息都还不起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哎呦 那你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现在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说 总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政府 依赖土地财政呢 跟这个 呃 地方政府垄断 供应土地是有关的 所以呢 这个 要解决这个问题 防止房地产泡沫呢 你要打破垄断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有泡沫了以后 你先打破垄断 那泡沫马上就崩了 啊 但是如果你不打破垄断呢 那就 打破垄断 今天打破垄断 明天崩 不打破垄断 那就后天崩 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泡沫一旦形成 很难不崩 所以 有一些中间性的方法 我的建议稍微麻烦一点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允许这个大城市啊 人口流入去大城市的 这个 这个本地的农民 用他们的地 免 这个给外来农民工 盖 不能够卖 但是可以出租的房子 把这个 这样的话 不影响那个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但是能够让我们的 两亿多农民工呢 能够 有助的 能够有助的 而且 而且他们的城市里面 能定居下来 慢慢的把经济呢 这个稳固 慢慢的让泡沫呢 消掉啊 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 平缓的过渡 他说这个啊 也让我想起这个 香港的这个两难 也是这个问题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陶教授讲的是什么 不改革就没有下半场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中国面临的 这个整个经济 过去的发展模式 已经不可持续了 我们看到房地产泡沫 产能严重过剩 各个行业的这个 都出现过剩产能 然后利润率 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也很低 那未来就必须要打破 我们现在的一些垄断 主要是政府在一些 高端的制造业 服务也不能垄断 包括政府在土地 不能垄断 让这些行业呢 能够让民营资本再进去 因为你不让他进去 他在其他行业没有 没有前景 他可能就跑到国外 就跑路了 能看这么多人去移民 所以我们要放开一些 政府还垄断的 还有一些利润的部门 让民营企业进去 让他们呢能够 增加竞争 这个提高效率 降低我们整个社会的 这个成本 这个所谓国退民进 就说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觉得 是不是有些根本的 割肉的这种痛苦 就像你像他的一个观点 我就印象很深 他就是说 咱们这个涨到 降到7%了 我们就老百姓都觉得 好像经济不好了 对吧 可是实际在欧美国家的2% 大家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他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蛋糕啊 这经济发展的成果 大部分都被这个公共部门啊 这种就说 甚至是国企啊 拿走了 老百姓在这个里边 得到的份额很少 所以你非得把他火车 给顶到这么快速 老百姓还觉得 收入在增长 还能够活下去 对吧 你要再跌 你要到5%呢 我估计老百姓就完了 对 对 但是而且如果房地产泡沫 真的出了问题 可能就不是5% 因为你看全球很多其他国家 当他房地产泡沫 什么西班牙 什么爱尔兰 美国的次贷危机 都是都跟房地产泡沫有关 那个经济就变成负增长 那这个局面就不可想象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政府一看经济下降 马上又开始放水 刺激一下 但是这种刺激的话 如果你不打开那些 放水没问题 但是光放水 不改革是不行的 你那国有企业垄断呢 对吧 其实打破垄断 我觉得让民营进去 然后给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政府可以多抽税 对吧 社会可以保证稳定 李经你对这个民营企业 有没有采访过 我们 一个是采访过 另外你身边有很多人 他不还是在做这些投资吗 我也是听到他们不少抱怨 其实也讲到这个什么 跟刚才说那个理财啊 那个有关系 就是说他们根本贷不到钱 因为他们是小的 比如说小的经济实体 那银行根本不信任他 那我想做一个生意 我根本没办法 跟国字号的抗衡 那怎么办 他就跑到民间借贷 就高利贷啊 民运知道很危险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 比如说我只有拿到这笔钱 我才能 做下一个事 我才能去往下面 去运转起来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抱怨 就是说你这个 你根本得不到 那银行也没有办法 银行说 这个我也不敢带给你们 所以感觉就 他们好像都是一种 那个 就是都会觉得这个问题 不知道这个 在哪里面 那里面就有一个困局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边银行系统 很多是国有银行的 他把钱呢 带给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也是国有企业 或者是央企 其实这些投资呢 这些央企和地方政府投资 可能也很差 甚至更差 但是呢 如果我带给他 是吧 出了问题 那是左口袋到右口袋 他的责任会小一点 对吧 而且他们能拿到利率 反而更低 这个利率又鼓励他们 去做一些无效的投资 所以这个完了以后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你看 咱们就说这个跑了 我怎么觉得 我特别羡慕 这个跑了的人 就是我身边有这个朋友啊 也是当年也是富豪 很很有钱 我就发现你这 人家现在整天过那日子 我就太羡慕了 就是他 哎 今天这玩玩 明天再玩玩 跟朋友喝喝普洱茶 全是享受人生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 他说主要是啊 我把这个野心给歇了 他说你看 这个当老板 当到一定程度 他就说 你像马云呢 王健林 你说这些人 他们还为了什么在奋斗呢 对吧 就是说 他可能为了一个数字 他可能觉得某个数字 在彰显他人生的这个成就 他说这事我就撤了 我就退了 这我这 这个厂子不开了 因为本身也带不到钱 或者是你说的这个什么产能过剩 全开了 该卖的早就退了 他说我现在这个钱 一个就是买房子 全世界各地买房子 对吧 哪哪房地产市场好 我就买吗 对吧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钱 放在股票 哎 之前已经挣了十几个亿 或者几十个亿 你说这种跑了的 哎 家里在移民 到了澳大利亚 或者到了美国 嘿 我天哪 你说中纪委也没找过他 你这玩意儿 哎 这种人生 难道不值得羡慕吗 这种人生 这个也许值得羡慕 但是你效仿不了 对吧 就是大部分人 其实对中国 我想我就说中国 所以中国 我们都希望中国好 也希望这些人不要跑 而且 但是大部分人都跑不掉 他就会在这上待着 如果你真的 这个经济政策 各方面没有做好 而出现泛亚这样的事件 我觉得最受苦的是老百姓 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政府是有责任 来推动改革 给大家一个环境 让 不要让李嘉诚跑了 我们给他放开一些行业 让这些私营企业进去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因为大部分人是跑不了的 我们都得在这个地方待着 还有很多企业家 有这个 他去做 有这个野心 去做 我觉得社会也是有贡献的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环境 让他们能做下去 你想这种情况做不下去了 那不仅是他的悲哀 我就是全社会的悲哀 改革能防止这个 这个泛亚骗局吗 我们一方面要改革 要放开一些部门 另外一方面要严格监管 这个是属于不能放开的 抓起来就完了 严格监管 对 那你既然谈到这个 说李嘉诚跑了 这也现在在香港 是热门话题 你作为这个研究经济学的 你怎么看 那文章你看了吧 我看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李嘉诚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商人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 该撤出去 什么时候该进来 他在香港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大陆他做的更重 我觉得他主要从他商业利益 我觉得他对中国的经济形势 判断的是很准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他 精明过人 精明过人 那确实是厉害 他不知道他卖给谁了 反正接盘的肯定亏了 接盘的亏了 就接他的盘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是这么看 那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有一个问题 就前一阵大家都在说说 这国家队力能扛顶 这个股股票大跌的时候 不是救市吗 这东西能不能一救再救 下次要再出现类似情况 如果真正出现流动性 就是千股都跌停 那可能他说了 那就不得不救 那就由洋行来提供一些流动性 但上一次这个救 3500点救了 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上市企业 也受到鼓励 他们又去借了钱 再去也去买自己的股票 对 结果呢 这个3000 大家讲一个笑话 3500点 3600点你去救 最后救完了以后呢 跌到3000点 然后震金你再出 那我们现在救的钱 自己政府救的钱 自己也被套掉了 最近你看抓了这么多 这个人就发现 救的那些人 可能也没那么单纯 他们可能救的一些企业 可能也有一些利益书送 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 反正这个情况 就非常复杂了 还有这情况呢 派你去救的 自己中保私囊 你看他那个 叫什么中心证券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是很 我原来也在中心工作过 里面有我的朋友 然后就说 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但是我就是记得 当年他们作为 很正面的一个形象出现 那有一篇文章写的就是 就恨不得为了 什么61个阶级兄弟 那种腔调 我们就是成功了 大家晚上在那儿 就是好像彻夜不眠 去怎么研究方案 那是当时好像是觉得 这个力挽狂来 后来发现 这怎么形势急转之下 然后光光光 然后人又进去了 所以我 然后我那天问了一个 比较相关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说的意味深长 说有些事情 等到十年后 你可能才会知道 然后我说好吧 你就慢慢攒着吧 哎呦 真是 但是你说这个 这个政府是不是最终 无法跟市场抗衡 除非你把市场 那个基本上灭掉 知道吧 就是说你 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个期货市场 是吧 就是说股指期货 那就基本上 相当于把它关了 可以抗衡 回计划经济 你就可以抗衡 不需要市场了 但如果你还要市场来运作 那政府呢 就应该允许 它充分的运作 最糟糕的是 这个政府有市场 然后政府 扭曲这个市场 然后呢 甚至还有些人 在通过这种 他的权利呢 为个人 为少数集团来牟利 那这就是最糟糕的是一个市场 要不然就灭掉 咱们回计划经济 对吧 要不然呢 我们就充分相信市场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监管 你不能像这个啊 三九两这样的 这个庞氏骗局 那个在这个 这是搞虚假 对 哎呦 真是 你说你像现在在香港 我就感觉到 这个房子 就是你说他现在 这个这个房价呀 高了也不行 低了也不行 你你这房价一跌吧 他香港很多是有有产阶级 他的资产 他就不行了 可是呢 你照这样下去 我觉得香港你吸引不到外来人才了 你这他房租太贵 我们公司的就是都体会到房租 他一年比一年往郊区搬 因为房东 因为在在涨这个租金 我说这样下去 你不是 所以你看这房子最后 他会把人赶走的 对这个这个确实是中国 包括香港 中国这个现在这个土地制度 实际上是学的香港 这种土地秘租制 简单说就是政府呢 垄断供应商业 住宅业用地 他就每年都饥饿疗法 每年就供给服 我们中国城市都在玩这个游戏 供给服 然后政府通过垄断 他少供 他来获得他最大的利益 但这样的话 让全社会来承担 这个很高这么一个房价 那香港 这个百分之七八十土地 是不允许开发的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地产商基本上 把他这个特区政府 和他的立法机构 我们讲绑架了 当然你说 因为他们高价 拿了政府很多地 你现在随便放开 本来香港的地价 房价完全可以不这么高 但是有利益在里面 你要破这个利益 很多人也会损失 而他们这些人都是有钱人 他能够影响政府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大陆不是也是这个 也有这个问题吗 我们大陆就是说 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土地财政 来每年 你看我们这个 包括在北京 其实在北京都有很多土地 那地方 那政府就是不供 就每年就供几块 他能把这个地亡炒起来 他能拿到最大收入 他如果多供了以后 他的收入 他的总收入会下降 他的收益会下降 对老百姓有好处 但对政府没有好处 这个体制 他就约 就是让这个 让这样地方政府 他必须会这样做 那这个小产权房 你怎么看 所以小产权房呢 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未来可能 这个 必须要破局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在深圳 他的商品房 房价是很高的 可是大部分在深圳打工的人 那怕是农民工 他能够1000块钱 1500块钱 在不错的地方 租一个 这个1000块钱 1500块钱 在这个地段 还不算太差 陈生村租个一时一天 两时一天 那我这样 我和我的家人孩子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 那为什么盖上小产权房 因为真正地方政府 当时控制不力 知道吧 这些本地农民都盖起来了 实际上解决了深圳 1000多万 这个1000万流动人口 一半以上的人的居住问题 当然这小产权房 他们盖的不是非常规范 那是因为政府说 你是非法 大家只有十大乱戒 如果现在我们说 允许你盖 但是你必须按照规范的改 那么我认为这个方向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方向 由通过市场机制 来让本地的农民 给外来农民工提供住房 这就是本身 就是市场化的一个方向 你觉得北京也可以怎么干 全国各地都可以 那那些应该想 现有的那些小产权房 能到合法状态 就是人家的确保 你怎么办 这就是人家的确保 现在是在中国的区别 因为他们发展到 他们的确保